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热门动画改编的游戏往往都是流量保证 但却怕品质参差不齐,难以掌握 魔法禁书目录,幻想搜数 开发商是史科威尔·爱尼克斯 游戏最早于日本2019年正式上架 而在台湾以Found Hope当跳板 而经营的代理商为Boltrain Game 但实际上这间是网易负责代理海外游戏跟推行的子公司 当时网易在2017年也在中国发行过一款 以禁书目录为IP的MMO手游 但已在今年1月官服 当时台湾是由网易的另一间子公司 荣易游戏代理 在2019年上架,但不到一年就死去了 毕竟典型的消费IP跟换皮品质的正版授权 真的火酥凉凉也不用太意外 只希望这次的代理不要再作死了 游戏为经典的回合卡牌偏单基像的类型 搭配3D人物的对战模式 也不亏是SE出品 在建模细致度上还是有把控的 虽然巴比伦的雨落没人玩 而游戏中也大幅度还原了动画中会出现的剧情 在通关主线的时候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虽然该系列的外传动画 真的是屌打本传 尤其外传系列的OP真的都太好听了 这真的是我很常重问的系列之一 战斗玩法不算太复杂 也有AUTO跟一键简化的模式 技能跟演出画面算普通 不会有太华丽跟烧手机的状况 体力这玩法也不会再用你太多时间 可以佛系收菜养成 继续干其他游戏 以及台本的好处是有来自日本的蔚来寺 抽卡前都可以先评估 相关的攻略应该已经不少了 但这类游戏很容易会有外挂 就很容易会被外挂霸榜 我之前玩的另一款游戏就有这种状况 但官方会不定时出来打扫 我刚看了一下排行榜 这后面有电脑的应该都是非玩家吧 但目前前100的排行榜 只有第二名是唯一的非电脑玩家 我不确定是真课金大佬还是黑科技玩家 就看官方之后是否会重视这类的问题还是摆烂了 结论 幻想杀手 课金剁手 毕竟是SE出品 品质上没有太多毛病 但画面跟玩法上是比较早期的风格 不经其潜朴实 走稳稳的安全牌 而毕竟是卡牌游戏 如果你想长线经营的话 课金方面请冷静把持住 不然来一个IP联动 或者被新卡降临被刺 就真的准备吃土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